嘿 我是你们爱的Ruby 转评赞 走你 我今天刚化完底妆和眉毛 临近一动好像可以给你们先分享 我私藏很久的一分钟垫大根方法 你们就看哦 我早上是洗完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真的是很贴头皮 就显得我下张那张脸很大 我也研究了很久自身原因 首先第一点我是那种极其细软发质 就不论跟着多少教程学着卷头发垫头顶 但是出门分一锤立马就塌了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第二点就是自身习惯 像我洗完头了就喜欢这样一直用分 或者是我化妆的时候 你们看我会叠两个卡子 长时间这个头发 它就会贴着头皮向下伸脏 第三点就是发量不够 我的不算少发但也不多 之前晚上分很淡的那种金尼高颅顶 就很不适合我们这种长脸的姑娘 我还记得我刚用那种假发片垫头顶的时候 你们可以请看一下 我的头顶如果变得这么高 会不会显得我的脸更长 就是一个树长条橄榄球吗 你们看现在很流行的那种笑话感美女们 她们的头发呢就感觉恰到好处的蓬松头顶 期间纸发还是永远的深 我就研究了一套是和我们细软发质 发量少长脸姑娘也可以用的 电发跟快速的方法 就跟我看下去吧 不用剪发棒哦 手餐档也可以跟着学的 我们需要准备的是这个头发 蓬松定型喷雾 这个也是我用它来最好用最持久的 可以入 还有就是这种长条的定型夹 它这种一盒也就几块钱 每个人家里都有的吹风机 我平时喜欢头是喜欢中风 所以你看发分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我的发际线 扎起来你们看哦 这里很方的 所以我一定要通过头发来修饰一下我的头型 我一般呢就推荐大家四六分或者三七分 先分出你理想的发分 而且这个发分哦 你不要拿那种尖书子 就是一刀撇 而你这样随意的拿手拖开 它反而会稍微这样松一点 显得发分没有那么明显 分出这个理想的位置以后哦 以它为界线 把一边往另外一边翻 但是你记得这个翻的这个条线 垂直下来不要超过你的眉分的位置 因为你要太往这边会显得头顶很方 大概从这里开始啊 就拿出这个发跟喷松喷雾 喷在这个发线上 在那时候把它前后搓搓开 就你很随意的 不用介意它的线明不明显 再为这个定型夹哦 你要把前面这些做头发分出来 它是为了挡住我们这个方发际线的 然后从后面的位置 把它夹起来 你们看 这块头发是不是就立起来了 还是够外立把你的头发拽起来 吹分镜呢 我建议用热分 它会更持久一点 对于用大根的位置 你再分出来一些头发 重复之前同样的操作 一边大概三到四个夹子就可以 每次的分区呢 不用一模一样 随意一点就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这边就是我弄好的样子 两边对比还是很明显的 另外一边让操作也是同样的 比较简单 一样是分开 差不多用两个夹子就够了 注意吹分镜吹掉发根 其他都不用太精细 熟练了一分钟就可以搞定 OK 这步操作下来呢 我们的发根都立起来了 你接下来可以去洗脸刷牙 吃饭化妆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就很方便 你外出比较着急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吹分镜吹久一点 其实之前我想给你们看我的假发片呢 但是那个会跟你的头型的 所有叠加的位置也是有区别的 可以单独再给你们出一期视频 想看吗 想看的话就评论里告诉我吧 但我要吐槽一点啊 我第一次用假发片的时候 就是发量没选对 结果出门 旁边的小姑娘 就是我头跟她比起来 大了一圈 那我一会儿再给你们看笑谷 我回来了 装呢我画的也是稍微少女感一点 然后衣服换了一个这种白色的 小碎花的裙子 就是营造那种学生妹的感觉 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笑话感吗 如果你没有带假发片 你可以把一边的头发 就大量的头发拨在一边 打开给人感觉 营造出一个很多的氛围感 然后这边头发 你也可以稍微拽出来一些 然后前面 我把它取下来 可以看出来它是足够的牢固 你拿手再把它拨拨开 最后给你们一个升级版 因为有时候 如果你是出门着急的时候在垫的 害怕它不持久的话 你可以把你这个发粉这里 拿这个定型夹 夹住 然后喷一点这种定型喷雾 这种用量得少一点 喷多了它容易僵硬 用手指把这个发粉里面稍微蓬松一下 让它缝隙不那么明显 我觉得现在颅顶的高度是对我们肠脸来说刚刚好了 也不会有什么卷发棒呀 还有那种玉米颊的痕迹 这种直发就给你感觉很纯呀 看到这里的姐妹记得点一波关注 还想看嘴发视频的话就留言去告诉我 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好吗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订阅哟 有没有美好的一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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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